今天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以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气温就很明显的往下滑 今天更是感觉到有一点冷有一点冷 那么预计这波东北风就是会影响到今天晚上 还好的是很快的明天这波东北风就会减弱了 所以预计明天北部跟东部地区渴望逐渐的放晴 同时气温也会逐渐的往回升 回到一个春暖舒适的好天气 大家务必要好好的把握了 那么新的一波天气变化会在下个星期二 会有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到时候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又会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情况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在中国华南之边持续有些水气 一进台湾来再配合东北风增强 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在今天都转成一个又湿又凉的天气状况了 那么中南部地区云量也稍稍增多 是多云到多云时勤的这种天气 还好的是明天台湾附近的水气 就会明显的减少 再加上东北风会逐渐的减弱 所以预计明天后天 礼拜天到下个星期 就是连续假期的后两天 各地又会回到一个晴朗温暖稳定的好天气 那么下一波的天气系统变化 会落在下个星期二 就是大家开始上班上课的时候 又会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以及水气接近 到时候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又会再度转成有雨的天气 所以可以看到明后两天 各地都是暖乎乎 而且有阳光的好天气 务必要好好的把握 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二三 又会开始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转成湿湿凉凉的感觉了 再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预计在明天北部的高温 就渴望回升到23度了 那么到了下个星期一 更可以来到27度左右的高温 不过在下个星期二三 刚刚提过了新的一波东北风增强之后 气温又会往下跌一些 但是很快的礼拜四又会回暖 所以大家应该有发现 最近气温真的是上上下下 震动非常的大 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会一种忽冷忽热 时晴时雨的感觉 这个就是很典型春天型的 天气系统变化 变化非常的快速 所以建议大家 未来务必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 才不会穿错衣服感冒了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预计在中部地区高温 都还可以维持24度到26度左右 南台湾更加温暖一点点 25度到26度左右 未来这几波的东北风影响的幅度 在中南部地区比较没有这么的大 大致上中南部地区都还是可以维持稳定 而且温暖舒适的好天气了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在北台湾云量还是偏多 而且局部还是有短阵飘雨的机会 但是到了明天白天 各地就渴望逐渐的放晴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也渴望可以逐渐从云风中见到阳光 逐渐回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好天气 连续假期还有两天 大家务必要好好把握好天气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